西班牙日前向来自中国深圳的一家名为义瑞生物的公司 购买了64万套中共病毒快速检验试剂盒 但今测试发现准确率只有30% 因此先期退回9000套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 快三世纪的无效事件对于防疫政策与前线医疗打击真的很大 对此中共驻西班牙使馆将锅甩给中国厂商 厂商则指责西班牙没按要求操作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周六宣布 决定更换新批次的产品 但会继续执行与义瑞生物的合约 这个无效事件风波 是近7天来欧洲出现的第三起中国医疗物资纠纷 先是比利时政府从上海采购运回的10万副口罩不符规格 再来捷克政府派出军机 从深圳运回的15万份快筛事剂也完全测不准 路透社报道 日前各国的防疫采购已翻转成北京主导的卖方市场 除了采购过程不透明 还有各种夸张喊价回扣贪腐的问题 但采购流程各种物资是不是符合规格 在这非常时期受中共病毒侵害的各国 看似也无力审核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日发出警告 中共正在利用疫情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要小心中共的慷慨政策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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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